哈囉,我們現在在台灣的漁場 這個是泰國黑獸 純種的泰國黑獸 拿來做種的 這一池大概已經有一年半的魚了 可能兩年的魚了 然後魚大概 有大一點,十三十四 十二十三十三十四 你看喔,這種魚這麼黑喔 然後 我想要試著抓一條,但是我覺得有點難 因為你看它不太動,你手下去 它很快的 還想挑一條圓一點的 有的像這一條就太長了 好,這隻給我來了 哇! 你看看,瞬間一個加速跑走了 哇靠 喔,它剛剛突然 打一檔耶 一檔油門開前方,跑掉了 再試一下 這隻就逮到了 你看 喔,這隻樣子就不錯 喔,那有的還是一樣是青黃色下巴啦 你說要找黑下巴有的很難 你看這個兩年魚了 有時候你看喔,我們買這樣的魚回去 明明從池子看這麼黑 買回去在魚缸裡面看,老闆說 那客人說老闆你的黑獸不夠黑,怎麼辦 看 你看 那個 陽光曬得更足一點才會比較黑啦 這裡也算半遮硬而已 因為 曬得多又熱 水流不夠的,水會最熱 泰國的黑獸 那給你們看它生的小魚 來 這是黑獸的小魚 跟你們講 你們不相信 你看 全部都青青的 它還沒回來 它在小孩的時候,那就是青青的 然後慢慢的轉黑色 這個 這個大概 五十天有吧 五十天,兩個月 你看 整池都是 茶黑色的 然後你看喔 餵的很夠喔 你看 魚都在放風箏喔 拖著大便跑 你們如果養小魚的話 就是要養到這種狀態 餵小魚 小魚很能吃的啦 這是我水拐起來的 不就是 開著水 二十四小時的一直流掉 所以漁場不用過濾阿 因為反正 它這家就有幾棟 像是七八棟 七八棟 應該是七八棟有喔 七八千公升的水 然後不停的流 而且是香港在開的 采液流的方式 所以有一些漁場就說 不用綠材用那麼好 我每天換水就好了 當然啦 你有空也可以 你不如設計這樣子 二十四小時一直流 你可以 你可以不用裝什麼綠材 用白棉就好了 看全部都是茶色的 然後這裡有一匙 我原本想要抓 但是也還沒辦法出貨的 因為 還嫌不夠黑 我這支手機沒有辦法轉暫停 我們就一進到底 你看這裡 有沒有 這裡超多的 這一匙應該有個 七八百隻應該有 你看有一些黑的有一些還沒 我原本想要拿一些回去阿 但是 這樣回去太勉強了 因為這個回去 我給它宰個一條 看看 一樣抓不到 抓不到 一條都抓不到 小魚更會跑 好 宰到了 這一條是裡面最黑的 但是你看身體這邊還沒黑 這個體型也不夠好 所以這個還要繼續養 所以有時候你們買那個黑獸 很黑的小黑獸 有沒有 泰國進口的 台灣的一般 有時候沒有辦法那麼黑啦 養久就會黑 泰國進口的為什麼很黑 因為它那個魚 可能已經八個月 甚至已經十個月 甚至那個小魚都有追星了 有的買那個小黑獸回去會生蛋 還有一種那個 丹頂藍獸 馬來西亞的 那魚都鱈過了 鱈到有頭 鱈到翻鱈 鱈到有頭 都鱈到八個月十個月 你回去你就養不到 那你這種泰國黑獸 如果要買四個大 就不要這麼黑的 就是不要鱈那麼久的啦 譬如說五六個月的小魚 你還有機會養大 那你養那個 已經八個月十個月一年的小魚 然後才那個小指頭那麼長而已 五六公分那種都養不大了 齁 這個就是關於 黑獸的祕密 齁 這是我們自己知道的啦 用我台語講的是 黑獸要鱈 要鱈很久的鱈 齁 有些魚要鱈 要鱈 鱈到那些鱈出來 都鱈到八個月十個月一張魚 齁 好 這個是 泰國純種的 泰國黑獸 在台灣繁殖的情況 好